反港獨 互不治 港獨亂港 撕裂社會 強烈險責 戴耀廷港獨言論 在4月13日民建聯的相關代表 在立法會示威廣場門口集合發起請願 促進立法會跟進戴耀廷的港獨言論 作為香港某大學的教授和律師 戴耀廷不僅勾結外國勢力 精心策劃佔中 還在上個月出席台獨論壇 發表香港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家的言論 進一步和反中勢力勾結 廣大的香港市民對戴耀廷的言論表示震驚和憤怒 希望立法會可以對他犯法的言行徹底追究 香港得以凡榮安定 是好靠一國兩制 搞港獨的人就是想破壞一國兩制 這是影響香港很嚴重的問題 無論他們說什麼 說不是港獨也好 事實他們的行為就是在推動港獨 所以夠膽說你就很夠膽認 我們明白學術自由我們都支持 學術自由可以討論很多東西 但是不包括鼓吹港獨 言論自由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們當然都會捍衛 但是言論自由並非沒有底線 言論自由都不能破壞一國兩制 希望港大市民都支持我們的行動 民建聯的成員之後 將請願信交給民建聯副主席 兼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希望港大市民的聲音 可以等立法會聽到